原则上会朝向不在外界的方向去规划 但是如果遇到重要的活动 或者是必要的活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会透过更严格的程序 比如说需要经过我们学校的校园规划小组的审核 然后也会请学生一起共同来参与 5点3分到4分那个时候 有两通来电给我们的那个筑顶队长 可是那个时候朱景队长刚好在我们的那个体育馆里面 正在维持秩序跟刚好在记者会 就是面对问题 所以那两通电话并没有接到 所以事实上在校内反应还不是太慢 但是因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说 当初报案的时候路人报案的时候 对于那个发生的现场 刚好又在那个人行道上 那在责任划分那个部分是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我们驻警队也有在跟警方加强去协调说 假如还有发生这种情况 那要怎么样去处理